大家好 上一期参观了朋友在亚特兰大的农庄 并在有60亩的湖里钓了鱼 这一期请老公介绍一下 在私人鱼塘钓鱼有什么特别之处 当然在私人鱼塘里面钓鱼的话不需要鱼证 这样全家都可以上阵 特别是到外州的话不需要鱼证就更是个优势 否则你又要买鱼证又要买鱼花钱比较多 所以好多人家也就不愿意去在外州去钓鱼 还有一个特点呢 鱼塘里的鱼的种类不会太多 美国南方这个鱼塘里面呢 它放养的鱼的话呢 也就有几种 一般来说呢 是这个 鲁鱼 肯定有 梅鲁鱼肯定有 那么还有一些人家呢 他会放养一些catfish 我们就叫做猫鱼 那当然了就是为了喂这些鱼的话呢 那么 bluegill sunfish 也就是说我们 有点像小鲸鱼这样的鱼 肯定也有 也就这几种 你去之前给大家保证肯定能吃上鱼 你怎么能保证钓上鱼呢 去之前呢 只知道它鱼塘有多大 我也不知道它距离什么鱼 所以呢 准备了一个火耳 到店里面呢 去买这个小鱼 那么买小鱼呢 又不能买太早 要从田达西带过去那个小鱼肯定就死掉了 所以呢 就到它当地的 店里面去买 你现在可以看到呢 这就是 当地店里面正在卖的一个小鱼的情况 那么这些小鱼买了以后呢 它就可以钓 bath 或者是 梅鹿鱼 总共买了 32条小鱼 店里面呢 它为了 小鱼能够活呢 它有加氧气 我们呢 没办法 因为桶里面装不了多少水 刚才看到呢 小的这个黄的这个桶呢 它上面是有洞的 是专门来养这个小鱼的 所以到了它家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小桶呢 就放到了这个水塘里面 这样的话 它就跟外面的水呢 就是 对流 这样呢 能够保证有氧气 所以小鱼就不会死 到了以后 先去试了一下 三竿就上来一条鱼 大家都很开心 下午专门去钓鱼 因为地方比较大 又要带椅子和鱼具 开着主人的新皮卡车去 第一次开皮卡钓鱼 很新鲜的体验 老公 等一下你用什么方法来钓鱼呢 用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 就是用买来的小鱼 来钓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是用甲耳来钓 你看呢 现在显示了 用甲耳呢 钓上了 梅鲁鱼 你可以看到那个 很明显的 这个 嘴上面是一个甲耳 这是老公拍的 我用甲耳钓上来的 Crapy 连钓了三条 创造了我不多的钓鱼史上的第一 老公 这鱼怎么这么傻呢 甲鱼也去吃 这个甲耳呢 丢到水里以后 你现在不是往回摇吗 那么甲耳呢 就在水里面游动了 就看起来像真鱼一样 那么鱼呢 就受不了它这种诱惑 它就会一口咬上去 那么你就把这鱼给钓上来了 钓了不少鱼 但都不太大 这为什么都没有大鱼呢 我也问了主人同样的问题 主人就说呢 他们也请朋友过来钓过 他们也是 有朋友呢 是开船 来钓的 他们也没钓到大鱼 就说你这里面都是小鱼 没大鱼 所以朋友知道呢 我有认识的专家 也就是鱼业专家 所以他就想问呢 为什么这个塘里面没有大鱼 回家以后呢 我就问了一下 我那个朋友 也就是鱼业专家 他解释呢 有可能呢 鱼塘里面的鱼太多了 所以呢 鱼长不大 那为什么鱼多了就长不大呢 前面不是说了吗 美国鱼塘里面 放养的鱼呢 就几种 那么第1种呢 大类呢 就是我们的目标鱼 也就是 捕食者鱼 比如 bass crappy 这些都是 要吃别的鱼的 那么还有一种鱼呢 叫飼料鱼 飼料鱼也就是喂这些鱼的 那么飼料鱼是哪种鱼呢 也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叫sunfish 或者叫bluegill 而今天钓了半天呢 没有钓上一条bluegill 或者sunfish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太阳鱼 一般来说这种鱼呢 就跟中国的鲸鱼一样 只要有水就有这种鱼 没钓上一条 那也就说明了 飼料鱼没有 那没有飼料 那你这个bass 或者crappy 那它吃什么呢 哦 因为是吃不饱 所以才长不大 上一期有观众问 买农装的相关问题 到哪可以咨询呢 最好是免费的 可以到美国大学的 技术推广部门 免费咨询 美国公立大学里面呢 有一种类型的大学 叫land ground university 也就是200多年前成立的时候呢 州政府呢 给了一部分的土地给他 所以叫land ground university land ground university 它有义务呢 做免费的咨询服务 一般来说呢 它会在每个county呢 设一个办公室 那么针对各个county的不同呢 这个办公室的 配置的人员可能不一样 有些地方可能是搞漁业的 为主的 那么就配一个 漁业专家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你比如田田西大学的 技术推广部门 那么他在95个county呢 都有办公室 那么第2个呢 这个文档呢 有关 于塘管理的 实际上是一个专家发给我的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 乔治亚州 那么他也是 每个county呢 都有一个 技术推广的办公室 知道了 大家有问题 可以到当地的公立大学 技术推广应用办公室咨询 也可以到大学的网站上查询 我把这两个州的链接 放在视频的说明栏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再见 再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